一说到航天 人们一定会想到宇航员这一重磅角色 中国科技馆正在展出中国载人航天互动科普展 通过十多个互动项目 观众可以亲身体验航天员的选拔训练 载轨工作生活等全方位场景 还可以进入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河号的工艺验证舱一探究竟 让飞天的梦想在互动体验中走进现实 这位小朋友正在体验的 就是中国科技馆本次展览推出的航天振动座椅 它的振动频率是真实航天器发射时高强度振动的万分之一 旋转座椅和多维滚环等也都是航天员的基本训练项目 将航天员训练中心搬进展厅 在这里观众可以直观体验航天员耐力选拔和训练强度 所有展品中最吸引眼球的是这件航天服 它重达120公斤 加压后四肢撑起像是准备豪迈前行 2008年9月27号 航天员翟志刚身穿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 首度实施空间出舱活动 在茫茫宇宙太空第一次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 展出的这件正是翟志刚当时所穿的航天服 品尝太空育种后种出来的番茄 则进一步让观众体会宇航员的太空生活乐趣 想近距离了解我国即将发射的空间站核心舱天和号 这件一比一比例制造的工艺验证舱绝对是最佳人选 我们即将发射升空的天和号是根据工艺验证舱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然后这些结构进行调整 展览还展示我国五大发射中心 以及嫦娥五号等无人探测航天器相关物品 进一步呈现中国航天发射史上的众多里程碑事件 青少年参观这个展览呢 他能了解航天员接受哪些培训相当于提前进入一个角色体验 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据介绍 展览持续至6月10号 观众实名预约后免费参观